陆景年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从更衣室出来,手里拎着一条领带,站在落地镜前,透过镜面,陆景年舒淡而深邃的眼眸,轻轻地扫了一眼乔安好,不冷不热地出声问了一句,签好了,乔安好听到陆景年的声音,才回过神,冲着陆景年摇了摇头,然后挣扎了一下,抬起头,望着陆景年,眼底带着几分不可思议地寻求确认,这个广告代言,是给我的,陆景年若有若无地恩了一声,真的是给他的呀。 乔安好心底有丝丝的欢喜弥漫了上来,随即又有了更多的疑惑,陆景年为什么好端端地把这个好的一个代言给他?陆景年指尖飞速地打好领带,转过身,面无表情地走到床边,扫了一眼乔安好手中的合同,看到签名处还是一片空白,眉心微微醋了醋,语气有些寡淡地开口,怎么不签字?你不是对化妆品的代言很感兴趣?乔安好听到陆景年的声音,才从自己满大脑的胡思乱想里清醒了过来,然后才从床头柜拿了笔,只是在笔尖触碰到纸 一张的时候,乔安好还是忍不住将心底的疑惑问了出来,这个代言,为什么要给我?这是你应得的,陆景年的声音仍旧没什么温度,应得的,乔安好更加不明白陆景年的意思,陆景年盯着乔安好一头雾水的模样,停顿了一会儿,声音有些寡淡地又抛出了六个字,你昨晚的回报,昨晚的回报,原来这是他昨晚陪他睡了一次,换来的回报,乔安好整个人愣证了约莫五秒钟,才反应过来陆景年话里的意思,然后手指猛地就用力握紧了手中的笔,心底偷偷翻动着的 小喜悦,像是被冰封了一样,瞬间凝固,乔安好盯着那份刚刚让他脑海里浮想连篇的合同书,此时,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屈辱,陆景年看到乔安好扮上迟迟没有动静,眉心忍不住醋了醋,他的气场本就偏冷,这一皱眉,更是有着浓重的寒气从他的身上弥漫出来,以至于他开口说话的声音,都仿佛是结了冰一样,怎么,对这份广告代言的回报不满意,乔安好听到陆景年的声音,握住笔的手指,微微颤抖了一下,然后便一言 不发地在纸上,缓缓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一失足成千古恨,乔安好若是知道,自己第一次爬上陆景年的床,随口拈来的借口,会到后来成为他没有止境的屈辱,当时的他,肯定不会对他开口,要地老天荒的角色,他真的很想拒签这份合同,可是这样的局面,是他亲手造成的,他想找个借口,都找不到,十三年前,他爱他,因为年少害羞,不敢表白,十三年后,他爱他,爱到竭尽全力掩饰自己是爱他的, 人生最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不敢让你看出我爱你,乔安好眼底弥漫上了一层雾气,他低着头,拼命地强忍着,生怕自己落下了眼泪,他签完字,笔尖在最后落笔处,停顿了好大一会儿,直到自己眼底的雾气散去,才将笔,放在了桌子上,将合同递给了陆景年,乔安好的淡定和平静,让陆景年有些心服气躁,总觉得体内有一团火在急促地窜动,再拼尽全力地去找出口,可是却怎么也找不到,突然, 陆景年视线,又撇到床正中间的那只大熊,顿时面孔皱了,对着乔安好,语气有些重的开口,这个化妆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接他们家代言的过程中,不能接任何其他化妆品品牌的代言,否则要付出刑事责任和巨额赔偿金,我先给你提个醒,你最好把这些条款都记清楚,如果你违约了,老你去做,赔偿金自负,别妄想还饮传媒会帮你一丝一毫,陆景年说完,便伸出手,用力从乔安好手中夺走了合同,然后冷沉着一张俊脸转身离 因为陆景年临时有事,耽误了四天,所以一重返剧组,乔安好和陆景年的对手戏第二天,便被提上了行程,拍摄的这一天,天气格外的好,和上一次乔安好和陆景年,原本要拍戏的那一天一样,整个剧组的演员都早早地围在了片场外,乔安好化完妆,换好衣服出来的时候,陆景年已经等候在拍摄现场,和以往一样,他的周围,方圆两米内都没什么人接近,但是,却有很多女演员不断地冲着他做的地方去看,剧组的导演一看到乔安好过来, 便立刻亲自跑过去,通知了陆景年,所有人各就各位,等候开始拍摄,在剧本里,女二号和男二号,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在男二号的心底,女二号就是如同妹妹的存在,可是女二号却一直悄悄地暗恋着男二号,直到有一天,男二号准备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结婚的时候,女二号终究忍受不住的设计陷害了男二号,使得男二号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硬生生地被拆散,而他们今天第一场拍摄的戏,便是男二号的女友远走他国,男二号喝醉酒,女二号出来安慰男二号的场景, 随着导演的一声开始,所有的摄像头都对上了陆景年,装潢的格外奢华的房间里,陆景年颓废地坐在地上,他身上的衣服皱疤成了一团,身边东倒西歪地放了很多空酒瓶,而他的手中也拎着一个酒瓶,一脸痛不欲生地不断地往自己嘴里灌着酒,陆景年的演技向来无可挑剔,别管他在现实中真实的性格有多冷淡和难以接触,可是当他投入绝色的那一刹那,他一瞬间仿佛是变了一个人一般,退却了所有的冰冷和疏离,浑身上下, 有的只是哀伤和悲痛,甚至他为了强调自己失去挚爱的那种无法言喻的疼痛,在猛地灌酒时装出自己被呛到的样子,突然间就弯下身,剧烈地咳嗽了起来,伴随着他的咳嗽,有着一滴眼泪,缓缓地砸落在了地面,陆景年的一个表现,就将剧本里的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天啊,那喝酒呛到一滴泪落下来的表演,一瞬间就将这部剧演活了,随着陆景年的表现,周围有人忍不住赞叹了起来, 就连不知何时站在乔安好身边的林诗义,也忍不住微笑着开口说,乔小姐,我想你肯定不会辜负了陆先生这么好的演技,一定会把戏接得十分漂亮,一个人的表演越精彩,和他搭戏的人压力就越大,因为一旦接不好,就算是你演技相当出色,那么也会显得不伦不类,格外败比,林诗义之所以来这里围观,就是想要看看乔安好这个女二号,当得是不是实至名归,现在陆景年一开场,便演得这般惊艳,她瞬间变得幸灾乐祸了起来, 因为乔安好这样一个根本没有代表作的新人,撞上青城时光这样高要求的剧组,和陆景年出色的演出,绝对是不可能接得住戏的,林诗义想到这里,越发的笃定,自己等下绝对会看到乔安好出丑, 于是冲着始终没有开口说话的乔安好,假惺惺地说了一句,我们大家可都是很期待,你接下来的表演呢,林诗义说完,便冲着旁边的人扫了一圈,随即便有无数的人,跟着附和点头,说对,乔安好哪里不知道,林诗义话里真正的含义,是看自己接下来的出丑,乔安好没有出声,依旧很淡定地站在原地,直到他看到导演的首饰时,整个人瞬间便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急急匆匆地冲着陆景年所在的房间里跑去,他在看到陆景年的情形时,焦急地喊了一声男二 乔安好的名字就快速地冲了上去,跪在地上,夺走了陆景年手里的酒瓶,此时的陆景年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乔安好将陆景年从地上吃力地拖到了沙发上,然后拿起原本就放在茶几上的湿巾,给陆景年擦了擦脸,乔安好不是没有演技,可是此时此刻,他望着陆景年闭着眼睛一脸痛苦的俊荣,想到曾经他对着自己说,不管他爱的人是谁,反正都不可能是他的画面,乔安好的眼底一瞬间就流露出了淡淡的哀伤,他是那么地爱他,可是在现实中, 却不敢让自己表现出来一丝一毫,此时是演戏,他完全不用害怕和顾忌,所以一时之间,乔安好整个人便彻底地投入了进去,他在按照原本剧组给陆景年擦完脸之后,竟然开始自主地加戏,他伸出手指,轻轻地触碰了一下陆景年的容颜,带带着几分痴迷,带着几分爱而不得的痛苦,轻声低难了一句,为什么你爱的人不是我,然后就眼底擦着泪水,趴在了陆景年的胸膛上,也只有拍戏的时候,他才敢这样大胆地去靠近他,乔安好在心底想到这些,忍 不住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然后,有晶莹的泪滴顺着他的眼角流淌了下来,细拍摄到这里,便是结束,可是,整个拍摄现场,却是一片安静,时时都没有导演喊咖的声音传来,陆景年在,乔安好手指触碰上自己脸旁的那一刹,那全身便紧绷了起来,若不是他天生有着强大的自治力,使得他的神情,可以维持着醉酒后装睡的平静容颜,恐怕他早已经失态,随着乔安好轻柔哀伤的一句,为什么你爱的人不是我,他藏在自己身侧,被镜头拍� 不倒的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然后他的脑袋就贴上了他的胸膛,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跳速度开始加快,就连呼吸都跟着,变得有些不稳,再然后,他便感觉到自己的衬衣上,传来了失忆,是他的眼泪吗?陆景年终于按捺不住地睁开了眼睛,女孩闭眼流泪,一脸哀伤的神情,就这般撞入了他的眼底,他的神情太过于真实,真实地让陆景年在这一刹那,觉得这就是他的本色演出,他的心底是喜欢自己的吗?所以才会将喜欢一个人表现得如此完美真切,陆景年在这一刹那 陆景年喉咙上下滚动了两下,手指忍不住抬起,想要去擦拭掉他脸上的那一滴眼泪,然而就在这时,导演的声音突然间传来,咔,乔安好一听到导演的声音,将自己所有的哀伤和难过,瞬间收敛了起来,然后不敢有任何停留地,将脑袋立刻从陆景年的胸膛上挪开,陆景年抬起的手,就那般硬生生地顿在了半空处,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乔安好,仔细地打量着他,却从他的脸上,再也看不到丝毫的悲伤和痛苦,从戏里,出来 乔安好连看都不敢去看陆景年,又哪里能注意到他微微举起的手,只是在他无意之间,偷偷去描香陆景年的时候,才发觉,男子,在紧紧地盯着自己看,他的心跳速度,猛地就落了一排,然后有些心虚地开口说,刚刚那个戏,是我临时发挥出来的,没能提前和你沟通,真的很抱歉,一句话,让陆景年抬起的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落回了原地,然后心底浮现了一丝淡潮,事实证明,他又一次异想天开了,他明知道每一次都是自己的异想天开, 可是却总是自取其辱地去证明,陆景年的眼神,瞬间变得冷淡了下去,他猛地就伸出手,一把将还坐在自己身边,紧挨着自己的乔安好推开,然后双腿落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看也没有看一眼乔安好,就一脸淡漠地,冲着他休息的地方走去,陆景年从来都是,能快速地进入戏里,又能快速地从戏里抽身而出,和他合作过的人,也都已经习惯了,他这种拍完戏,一句话都不跟搭戏的对手说,便转身离开的架势,随着导演喊结束,摄像机便停止 拍摄,围观的人距离陆景年和乔安好所在的地方,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大家根本没有发现,陆景年和乔安好之间的小异样,导演低着头,回看了一遍刚刚拍摄的内容,随后立刻站起身,先对陆景年的表演夸赞了一番,然后便转过头,略带着几分惊艳地望着乔安好,毫不吝啬地开口直直夸赞,小乔,你刚刚那段戏,拍得可真棒,我跟陆先生合作了这么多年,除了宋向司之外,其他跟他演对手戏的人,接不上戏是很正常的,结果你竟然一次通 而且临场发挥的戏份特别的好,很棒,很棒,本色演出,能播好吗?乔安好压下心底的自嘲,冲着导演弯了弯唇脚,说了一句谢谢,然后就去补妆了,而周围那些专程跑过来,围观乔安好拍戏的人,此时脸上洋溢着的,尽数都是佩服的神情,甚至有的人,都已经开始窃窃私语地夸赞了起来,真是没想到,乔安好这个新人的演技竟然这么突出,是啊,难怪在上次饭局的时候,陆影帝说,乔安好靠的是实力拿到这个角色的,看来是不错的,不错的,不错的 但是真的,乔安好演技好,长得又漂亮,这次还跟陆影帝搭戏,估计大红大紫指日可待了,临时一听着周围这些人络绎不绝地夸赞,忍不住冲着不远处正在补妆的乔安好望去,真是没想到,这个半路杀出来抢了他角色的新人,竟然身怀这么出众的演技,他一直以为他只是一个毫无经验的小心人,没想到他竟然可以把戏演得这么漂亮,甚至还能脸不红气不喘,如此淡定从容地,接下陆影帝的戏。 正如那些人所说,这么下去,乔安好大红大紫指日可待,在影视圈里这些年,他一直都被宋香司狠狠地压着,熬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熬到宋香司现在不怎么接戏的时候了,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接替宋香司,成为娱乐圈下一任影后一姐了,结果现在,竟然杀出来了的乔安好,林诗义的眼神,略微低沉了几分,他是不可能让人挡了自己影后的路,谁敢拦了他的路,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林诗义冷冷地弯了一下唇,踩着高跟鞋,气势凌然地离开,好, 漂亮,随着导演满意的接触语,又一场戏,非常顺利圆满地结束,下面一场戏要换衣服,工作人员快点带演员去准备,导演拿起剧本,看了一下下面要拍摄的戏,举着话筒,吩咐,乔安好今天拍戏的衣服和鞋子早已经全部准备好,挂在了更衣室里,赵萌一听到导演的指令,立刻走上前,带着乔安好去了更衣室,在赵萌伸出手正准备推开更衣室门的时候,突然间门却被人抢先一步地从里面拉开,一个年轻的女 女孩从里面急急忙忙地走了出来,然后看都没敢去看一眼乔安好,只是低着脑袋喊了一句乔姐好,变神色,匆匆地跑开,因为时间紧迫,乔安好和赵萌谁也没有多想,进了更衣室,快速地换好了衣服和高跟鞋,便折回了拍摄现场,这一场戏,拍摄的内容是男二号,知道是女二号毁掉了自己的爱情,来找女二号算账,先拍摄的镜头是乔安好,她站在游泳池旁的遮阳伞下,神情安静地看书,这只是一个静态的拍摄,所以乔安好,只需要拿着提 以前准备好的书,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让摄影师选镜头变好,等到镜头选好,随着导演的指令,坐在跑车里的陆景年,踩了一脚油门,车子飞速地冲着乔安好所在的地方冲了过来,然后在临近乔安好身边的时候,车子一个紧急刹车,停下,陆景年下车,狠狠地甩上车门,愤怒异常地冲着乔安好走了过来,乔安好看到陆景年,立刻扬起了灿难的笑容,他嘴里还没来得及喊男二的名字,陆景年便一把夺走了� 乔安好手里的书,狠狠地扔在了地上,然后就劈头盖脸地冲着乔安好骂了过去,细拍摄到这里,一切都很顺利,也很精彩,接下来的剧情,便是陆景年对着乔安好说,再也不想见到他,转身离开的时候,乔安好有些惊慌地伸出手去拉了陆景年,结果却被陆景年用力地甩开,然后乔安好被那样的力道甩得摔倒在地,其实陆景年并不是真的用力甩,而是摆出来一种很用力甩的架势,而乔安好则要很配合地撒开陆景年的手腕,然后� 乔安好也真的是在陆景年胳膊甩起来的时候,顺势撒开了陆景年的胳膊,只是,在他正准备往地上顺势倒去的时候,他脚上穿的高跟鞋,却因为他的用力,瞬间断掉,然后他整个人就失去了平衡感,在根本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人就扑通的一声,掉入了游泳池里,游泳池水深两米,乔安好头朝下栽进去,激起了巨大的水花,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使得周围的人,一时半会儿,根本就没反应过来,有人落了水,陆景年甩开乔安好,面色冷沉地转身,� 一分就走,不过他刚走了一步,便听见身后的落水声,他下意识地转回头,只看到乔安好落水激起的巨大水花,乔安好根本不会游泳,而这个游泳池是露天的,水没有经过加温,现在已经临近傍晚,水温想必极低,而他前几天刚刚感冒,陆景年面色瞬间变得有些苍白,想都没想的,就一声不吭地,直接跳入了游泳池里,乔安好脑袋进水的那一刹那,整个人都是猛的,紧随其后他,便感觉到,有冰冷的水,涌入了自己鼻中,呼吸开始不畅, 他想开口喊救命,却又更多的水灌入了他的腹中,他本能地开始挣扎,可是因为,落入水中的冲击力,人却直直地往下沉,就在他以为自己要沉入游泳池底的时候,突然间感觉到,自己的腰被人狠狠地勾住,然后他就被圈入了一个温暖的怀里,带上了暗,陆景年将乔安好依托到游泳池暗边,便伸出手,快速地去按乔安好的腹部,因为陆景年的暗压,乔安好连续吐了好几口水出来,然后他的大脑逐渐地清醒了过来,闭着眼睛,开始 想自己落水的前因后果,一切发生得太过于错不及防,旁人可能没有发现任何的破绽,可是他这个当事人却知道,自己在摔下游泳池之前,脚下的高跟鞋断掉了,他站的地方是平地,鞋跟不可能好端端地断掉,肯定是有人想要害他出丑,乔安好落入水中倒背陆景年救出来,前后时间根本不到两分钟,完全没有大碍,可是陆景年却看到吐完水之后的乔安好,闭着眼睛,面色微白,迟迟没有醒来的意思,陆景年眉心微微醋了醋,眼底划过了一道凌乱的惊慌,然后 就伸出手,轻轻地拍了拍乔安好的面颊,看到他仍旧没有反应,反而身体还不断地哆嗦着,陆景年抿了抿唇,根本不顾周围那么多人在看着,便深吸了一口气,微微低下头,对准了乔安好的唇,乔安好心想,越是有人想要看自己出丑,他越是不会让那个人如意,现在的他正在拍戏,掉水虽然是意外,但是他却要将这个意外,扭转成为一场精彩,在剧本里,此时的男二号,已经对女二号有感情,所以女二号落水,男二号下水救他,也是合理的, 乔安好想到这里,长长的睫毛微微闪了闪,在心底默默地构思了一个女二号的台词,然后便缓缓地睁开了眼睛,落水带来的寒冷,使得他开口说话的语调,略微有些发颤,我是因为喜欢你,才做了那样的事,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你可不可以原谅我,陆景年抱着乔安好上岸的时候,有人已经从这样突如其来的事故里回过神, 然后就急急地脱口而出喊了一句,落水了,随着那人的声音,导演也完全清醒了过来,拿起喇叭,正准备指挥工作人员,拿着毯子过去看看有没有问题,结果他面前的监控器里,就传来了乔安好的声音,我是因为喜欢你,才做了那样的事,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你可不可以原谅我,导演瞬间停下了自己原本打算的举动, 认真的盯着监视器的屏幕看,陆景年最初听见乔安好声音的时候,人略微有些恍惚,他盯着女孩漆黑的眼睛看了足足五秒钟,然后才清醒过来,乔安好这是在演戏,刚刚他的落水,不是意外,而是他临场发挥的戏,陆景年压下心底的担忧,继续不动声色地打亮了两眼乔安好,确认他没什么大碍,然后心底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愤怒涌动了上来,为了演戏,他就这么拼命,感冒刚好,就冲着这么冷的水里跳,而且他根本就不会游泳,如果自己没有及时去救他, 他出现点意外怎么办,陆景年的表情瞬间变得冰冷,连带着他周身散发出来的气息,都夹杂着几分寒气逼人,他冲着乔安好勾着唇,冷笑了一声,然后就直接将怀中的乔安好扔在了地上,带着几分怒意地站起身,转身离开,随着陆景年身影的远离,导演举着喇叭,十分满意地喊了一声咔,然后就对着一旁的工作人员说,快,快点拿玉京给小乔和陆先生,随着导演的吩咐,工作人员纷纷地抱着衣服和玉京,冲 冲着乔安好和陆景年奔去,只是当工作人员将玉京递到陆景年面前的时候,男子却狠狠地瞪了一眼工作人员,吓得工作人员连句话都没敢说,就往后直直地退了两步,最后还是陆景年的助理,接过了玉京,大着胆子走到陆景年的身边,小心翼翼地开口说,陆先生,擦擦身上的水,小心感冒了,陆景年直接将助理手中的玉京狠狠地甩在地上,然后一脸阴沉地走到自己休息的地方,拿起自己的手机和钱包,正准备离开片场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不远处,被赵� 拿着毛巾擦头发的乔安好,迟疑了一下,迈着步子,冲着乔安好走了过去,瞧瞧,你就算是临场发挥,也要不能拿着自己生命开玩笑啊,你又不会游泳,你往水里掉个什么劲,赵蒙想到刚刚的一幕,忍不住心有余悸地埋怨道,要不是被很快救了上来,搞不好你就淹死在里面了,乔安好想到,已经沉入游泳池底里的高跟鞋,眉眼微微闪了一下,语调很低地对着赵蒙说,不是我想掉进游泳池,是我穿的高跟鞋鞋跟断掉了,我失去了平衡 才掉进游泳池里的,赵蒙手上擦着乔安好头发的举动,微微停顿了一下,才开口说,鞋子好端端的,跟怎么会断掉,难道是,赵蒙说到这里,便住了口,虽然两个人没有在交流,但是却心照不熏地知道,鞋子肯定是被人动过了手脚,过了一会儿,赵蒙才又像是想起来什么一样,低下头,凑到了乔安好的耳边,用只有两个人可以听见的声音,小声地说,瞧瞧,我看陆景年也不是对你漠不关心,你刚刚掉下水的时候,一般正常人,面对对手这样的情感, 第一个念头肯定是愣住,而他压根就没半点的犹豫,就跟着跳入了水中,乔安好知道自己是被陆景年救出来的,但是根本不知道陆景年跳水的情况,所以他才听到赵蒙这些话的时候,心底忍不住轻轻地颤了一下,抬起头,正准备去问赵蒙是真的吗,陆景年便突然间站在了他的面前,他的话顿时就耿在了咽喉处,陆景年居高临下地盯着乔安好,看了两秒钟,然后才开口,语气带着几分冷卫的怒意,乔小姐,希望你以后擅自加戏的时候,可以和我沟通一下,要知道 这是剧组,不是你玩过家家的地方,想出来一出是一出,不是每个人每次都能接得上你,心血来潮的想法,陆景年顿了一下,扫了一眼乔安好湿漉漉的头发,和被浴巾包裹住,还在滴水的衣服,与其瞬间变得越发凌厉,还有,就算是你想死,也别给我在剧组里找死 环影传媒,还不想闹出来拍戏淹死明星这样的丑闻 乔安好心底,原本因为赵萌的话,浮现出来的那一丝细小的期待,就这般被陆景年打得烟消云散,赵萌说,他便信,他怎么能忘记,他是连续拿了好几年的影帝,拍戏向来都是一次过,他跳下去救他,那就是担忧他,不过是在配合他演戏 乔安好因为泡过冷水,略微苍白的脸,没了丝毫的血色,他努力地维持着脸上的平静,倒是站在他身后的赵萌,却有些不服气地开口说 陆先生,不是乔乔想掉水里,是乔乔的高跟鞋,被人动了手脚断掉了,才摔入了水中,乔乔不过是怕前面拍的戏都作废,才临场发挥了一下 陆景年随着赵萌的话,神情略微愣正了一下,视线随即就落到了乔安好的脚上,这才发现,他的脚上根本没有穿鞋子,他的眉心狠狠地皱了皱,眼底有着明显的力气一闪而过 随后连赵萌的话都没听完,便冰着一张脸,穿着还在滴水的衣服,离开了片场,赵萌望着陆景年的背影,忍不住撇了撇嘴 什么态度,乔安好没有说话,只是拿着纸巾擦了擦脸上的水珠,然后站起身,去更衣室里换了衣服,便和赵萌也离开了片场 陆景年离开后,立马找到助理,把今天拍摄现场的录像调出来,助理虽不明所以,却也马上去找视频 找来视频给陆景年看后,助理接到电话,原来是今晚有几个投资商过来,然后剧组的人就在休闲室的KTV里开了一个包厢 助理想也不想就拒绝,不好意思,陆先生一般不参加的,是的,林诗义小姐,你们好好玩吧 没想到陆景年听见林诗义的名字,道,说我过一会就过去 诶,助理听到的时候,还有点小震惊,真是破天荒了,助理有点想不明白,没过一会,两个人就来到了KTV 陆景年一来,就坐到沙发上,浑身充满力气 一句话也不说,助理很是尴尬 你这哪是跟大家一起玩,简直是来砸场子的,周围的人见他这样,也不敢靠近他 这时林诗义出来解围,陆先生,不要一个人坐这里吗,过来跟我们合唱一首吧 陆景年睁眼,逆视了林诗义一眼,道,你那么喜欢勾搭男人的话,直接去夜总会,不要在娱乐圈混了 接着又对导演道,导演,以后请演员请的正常点,不要敬请一些不三不四,心怀不轨的坐台小姐,来给整部剧拉低个调 陆景年说完后,就冷漠地走了出去,徒留众人面面相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乔安好回到酒店,赵萌跟他说,瞧瞧,今天剧组在KTV活动,你不去玩吗,乔安好拒绝,不去了 赵萌继续道,孙志骗,说他准备投资下半年开拍的新剧,想问你有没有兴趣 我 乔安好一时之间有点纠结,乔安好还没答应,就看见一道人影跑了进来,赵萌看来过去 那不是林诗义吗,乔安好没看见,还在疑惑怎么了,赵萌突然想起什么 对了,今天下午你去更衣室换鞋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助理,也从更衣室里出来,乔安好沉思着 我也早想到会是他了,赵萌气不打一出来,竟然这么沉不住气,才第一天拍摄就动手了 乔安好安慰道,放心,我不会坐以待毙的,乔安好内心盘算着 虽然我来演艺圈,本不是为了想怎么样,一切都是为了陆景年,但也不代表就可以任人欺负 乔安好本不想去KTV,因为这件事便决定前往KTV,来到KTV门口,就听见有人嘀咕道,陆影帝也真是的,说话太难听了吧 就是啊,是影帝就了不起啊,也太不尊重人了吧,更何况诗意姐也没做些什么啊,大家就都在一个包厢里唱歌 诗意姐不过就是看录影帝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不合群,好心好意上前,请她过来唱歌,结果她说的那是什么话啊 难听死了,对啊,什么叫做,你要是那么喜欢勾搭男人,直接去夜总会,不要在娱乐圈混了 他讽刺完就讽刺完了,至于还当着一屋子人的面,对着导演那么严厉地说,以后请演员请个正常点,不要敬请一些不三不四,心怀不鬼的做台小姐 来给整部剧拉低格调,屋子里那么多人,还有几个外面来的投资商 他就这么说,诗意姐是做台小姐,简直是太不把人放在眼里了 不过,你们不觉得今天的录影帝有点怪吗 以前的时候,这些唱歌之类的活动,她是向来不去的 而且,就算是有什么集体活动,她出席了,别人跟她说话,她最多装死不理 今天说话真的好呛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什么事情,心情不好 就算是心情不好,也不能这么侮辱人啊,乔安好听着他们的话,不搭理他们,往林诗意走的方向去 乔安好来到卫生间,林诗意此时正在补妆,乔安好也不遮掩,干脆直接地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下午,我拍戏穿的高跟鞋,是你动的手脚吧 是啊,林诗意没有任何犹豫的,就爽快承认了 乔安好暗暗吃惊了一下,勾着唇,淡然从容地笑了笑 你还真是坦诚,林诗意一点也不怕 带着几分阴阳怪气的开口说了一句,乔小姐的演技,还真是挺让人惊艳的,怎么 想要报复我吗,以欺人之道还至欺人之身 还是等到我回头,要拍戏的时候,把我要穿的高跟鞋跟掰断,然后让我也出一次丑 说到这里,林诗意勾着唇冷笑了一声,一脸的不屑 你倒是试试,你能不能做得到,乔安好轻笑了一声,林小姐 你想多了,且不说我报复不报复你,就算是我报复你,也不屑于用别人用过的手法 更何况,我根本就没想着要报复你,因为我要感谢你,如果不是你号召那么多人来看我演戏 我也不会在上午的时候一鸣惊人,让大家全部幸福 如果不是你下午把我的高跟鞋斜根掰断 我也不会将计就计,然后让导演以为是我的临场发挥,从而赢得导演连连夸赞,对我另眼相待 所以,林小姐,谢谢你 乔安好说的这段话,全部都是林诗意心底的痛 他上午本是想着看乔安好出丑,结果却看到他的光彩四射 下午他使用手段陷害他出丑 结果他化险为仪,换来导演嘉许,林诗意眼底划过了一丝阴痕 他暗暗地咬了咬牙齿,一字一顿地说,不用客气 乔小姐,说完,林诗意便拿起自己的手包,转身离去 只是他走了还没两步,突然间想起来孙志骗人对乔安好的关注 然后停下了脚步,弯着唇转过头,望着乔安好不紧不慢地说 不过乔小姐,你是真的靠着演技进了剧组吗?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靠着陪男人睡觉,才进了这个剧组 乔安好真的没想到,林诗意会说出这么血口喷人的话 怒视着看着林诗意离去的方向,回到酒店的房间 助理想到陆景年白天跳入游泳池中,怕感冒影响了拍戏 便吩咐酒店的人熬了屈寒的姜汤 助理端着服务员送来的姜汤,敲了敲陆景年卧室紧闭的门 过了约莫一分钟,里面才传来一声淡淡的请进 助理推开门,便闻到了刺鼻的烟味,皱了皱眉 看了一眼站在落地窗前的陆景年 手中夹着一根烟,沉默不语地望着窗外,完全没了在KTV包厢里发脾气时的力气 这样的陆景年 助理见过很多次,经常在半夜的时候 看到他一个人抽烟发呆,像是在想什么事 更或者说,像是在想什么人 尽管他的神情看起来很平静 可是却依旧有着浓烈的化散不开的落寞和哀伤 环绕在他身边,助理虽然见怪不怪 可是心底却依旧有些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和事 让性情寡淡的陆先生过了五年都还放不下 不过助理再好奇,也不敢开口问 只是端着姜汤走上前,轻声开口,打破了一室的安静 陆先生,今天落了水,喝点姜茶,驱寒,免得感冒 陆景年没有反应,助理也没有再出声打扰陆景年 只是将姜汤轻轻地放在了桌子上 尽管助理的动作很轻,但是此晚碰触桌子 还是发出来了细小的声响 陆景年扭过头,顺着声音看了过来 然后抬起手,姜烟送到嘴里,用力地吸了一口 盯着落地窗外看了好一会儿 才抬起手,姜烟摁灭在了一旁的烟灰缸里 转身走到桌子前,单手端起了此碗,凑到嘴边 喝了一口,辣辣的味道在嘴里蔓延 然后他像是想起来什么一样,看着悄无声息 已经退到门口的助理,出声问 还有吗?助理停顿了一下 很快便反应过来,陆景年问的是姜汤 以为他还要喝,立刻点头说 我现在去城,陆景年轻声地嗡了一声 然后低下头,吹了吹热气 又喝了一口,雨调略微显得含糊不清地说 去给五二三一房间送过去,助理瞬间愣证在原地 谁住在五千二百三十一 陆景年看到助理许久没有反应 抬起头,目光冷淡地冲着助理撇了过去 然后又补充了一句,说是剧组的安排 助理知道陆景年的意思,让他说姜汤是剧组准备的 而不是他送过去的,助理连忙点头 说了一声啊,便退出了房间 助理不过五分钟就送完姜汤返回 陆景年坐在椅子上,手里端着那碗姜汤 里面还冒着鸟鸟的热气 听到推门声,显得有几分若无其事的 抬起眼扫了一下助理 语调很淡地问了一句,送过去了 嗯,助理犹豫了一下 还是将情况如实回报 不过乔小姐没有在房间里 是他的助理赵蒙小姐接的 陆景年眉心微微地猝了一下 便低下头,端起瓷碗 慢吞吞地喝了一口姜汤,还没咽下去 便又听见助理说 赵小姐说,乔小姐在楼下和孙总打牌 说是孙总找他谈论心细的角色 陆景年的动作猛地顿住 手猛地用力握紧了茶杯,垂着眼睛 看着姜茶的眼神变得有些冷 约摸过了两秒钟 陆景年硬生生地将口中的姜汤吞咽下去 仿佛事不关己一般,淡淡地点了一下头 知道了,顿了一下 陆景年又开口说 今晚这里没你什么事了 你直接回你房间吧 助理默默退出房间许久 陆景年才将此晚放回在了桌子上 面色有些冷的,盯着窗外看了好长一段时间 然后便掏出自己的手机 手指飞快地在上面按了两下 发了一条短信出去,陆景年等到手机屏幕上 显示消息以送达这样的字眼时 才将手机随手放在了一旁 孙智片此时坐在乔安好对面 跟他讲着心细的事情 乔安好拒绝 呵呵,谢谢孙总的好意 不过我暂时不想揭拍新剧 乔安好趁着孙智片人打电话的缝隙 寻思着找个什么借口推辞 结果手机却突然间震动了一下 拿起来一看,是陆景年发来的短信 只有简单的几个字 拿着你剧本上来一趟 乔安好虽然猜不透,陆景年为什么好端端的 让自己拿着剧本去找他 但是却还是感谢他突然发来的短信 于是,乔安好等到孙智片人挂了电话 便将手机递到了孙智片人的面前 口气有些抱歉的说 孙总,真不好意思 陆先生让我拿着剧本去找他 可能是要他明天拍戏的问题 所以我可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吃宵夜了 真的很抱歉 从结婚到现在,陆景年从未主动找过乔安好 这是第一次,女人的直觉告诉乔安好 陆景年找他根本与剧本无关 可是他却又想不到到底是因为什么 乔安好心情复杂地回到酒店的房间 拿了剧本,一踏入电梯 看着网上一直跳的红色数字 想起上一次自己去陆景年房间里给他送剧本时 他那么死命地折腾他的场景 乔安好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心底更加地紧张了